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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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常房间如果在不是很大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主墙绝对是你的床头被墙 在这边其他都是在白色的情况下 只要跳个颜色 不管你是莫兰提蓝莫兰提绿 随便你只要挑上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有个性的颜色 整个房间的氛围就会患然一新哦 不过切记你的色阶当你打开他们一个油漆的色卡 你去买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些颜色的色卡的建议嘛 通常你要记得在好几个色阶下来的时候 你选的颜色会因为加了水分的关系 颜色会降两阶哦 所以呢如果说你今天是想要清清淡淡的 建议你选最浅色的那一阶 因为它降两阶以后颜色就会比较深一点 希望在以上的一些装修小知识 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参考哦 好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接下来会分享更多的装修小房市 来跟大家分享哦 谢谢你拜拜